感觉到自己吃了死猫 不开心 如果当天他 当天他 当天他不是这样做 我就可能不会受那么多压力 整件事的来龙虚脈 就是我有个下属 因为他保护自己 就令我成为一个犧牲品 这个是事实 我自己就因为不熟悉政府的工作 所以连基本的问题都不会问他 那他是要保护自己 所以搞出了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呢 我回头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来说 一个很好的经验 今天我回头看 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其实我个人 无论是和立法会的关系 和同事的关系 和传媒的关系 而好做的 所以我其实是感谢他的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